在After Effects中 如果您做了簡單的 移動動畫 比如像這樣子 由左邊移到右邊 但是你想要繼續重複下去 那這個時候呢 雖然可以直接用 複製影格 再把它貼上的動作 但是 這樣 以後要修改 會相對比較麻煩 在這裡呢 我們可以嘗試 來加入一個 重複的語法 那首先 要加入程式的時候 第一個動作 一定要先點到 要加入的 這個屬性 好那我們這邊是以 Position 位移為主 所以我們先選到了這個屬性之後 現在呢 再到Animation A depression 在下面就會看到 增加了一列 寫程式的位置 這邊呢 也可以加入 直接用手寫方式輸入 那麼 如果說我們剛開始不太了解的話 其實也可以從這個三角形 找到常用的 這個語法 找到Property 有一個叫Loop out 這樣就可以把語法加進來 那這是比較標準的方法 我們使用的Loop out 它有 四種屬性 那Circle的話呢 主要就是 重複循環 我們所指定的 關鍵格 預設值 Number key分0 就代表全部 所有的關鍵格 一起重複 這樣OK之後就完成了 我們現在就可以來試看看 這是原本的 當你時間走到往後退 然後這才是繼續做一樣的動作 一直到 時間走的末端 我們現在是